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要聊的是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 《极权主义的起源》 阿伦特在台湾也翻译成鄂兰 她本来是德国的犹太人 后来逃离纳粹的迫害到了美国定居 成为了美国公民 1959年她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位女性的正教授 那么这本《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分了三部分 分别是反有主义 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期就聊第三部分 也就是跟这个极权主义它的制度和它的特点 有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分 那么我们会分两期节目讲完 之前的那个反有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有机会再讲 讲到了这个极权主义的话 我们看到作者的切入点首先是群众 就是作者认为极权主义者 首先他在群众当中是有广泛的声誉的 不管是希特勒也好 斯大林也好或者是毛泽东 他们都是受到人民拥护的 这一点很多人会否认这一点 或者认为这周是独裁者他一人犯的罪行 跟人民群众没关系 实际上我们看问题不是这么看的 那么当然了我们所讲的这些人民群众 他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意义上的人民群众 就是自由参与公共事务的这些公民 这是两回事我们要加以区分 这些人更多的是暴民 而且极权主义者他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毫不掩饰作恶的冲动 并且以此为傲 就是比如说布尔什维克 他根本就不承认这个社会上普遍的一个道德的准则 他认为这都是资产阶级的 都是坏的 都是腐朽落寞的 我们都要把它打倒消灭 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其实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在1949年建国之后的五年时间 他连一部宪法都没有 就算后来颁布了宪法 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 他也是废纸一张 对吧 那么当然这是我加上去的 作者里面没有提到 有时候我偶尔会加一些 我认为的这个很好的补充 那么这种作恶 它是有强大的吸引力的 它跟人们的自私是没有关系的 它甚至是一种无私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他们是在自己迫害自己 他们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的后悔 忏悔 没有 那么这种狂热 我们要跟所谓的理想主义要区分开 那作者认为呢 就是理想主义是产生于 个人的决定和信念 并且受到经验和理论的支配的 而极限主义的狂热呢 跟这个正好相反 它的狂热是很难 被这种不好的经验所动摇的 那么它表现出的是大众对于这种 极权主义的运动完全的认同和完全的服从 作者认为德国实际上是在战争取得胜利之后 才开始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的 才开始实现它的极权统治的 如果它只是获得一小部分人的支持 它是做不到极权统治的 它最多就是威权统治 这是有差别的 但是东方的专制实际上更容易产生这种极权社会 因为它的人口众多 上千年上百年都是普遍蔑视生命 蔑视生命的价值 所以说作者认为 这个这种东方的专制政府 它是没有必要去采取温和的手段 来对待反叛者的 只有在这种大量的群众是多余的 是可以被消灭的 而且又不能够产生任何的灾难性的后果的地方 那么极权主义才可能会出现 这就也可以说明为什么 极权主义在欧美国家很多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在东方却容易实现 我们要了解呢 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它是如何运作的 它不是说全员参与 大部分人在很多的自由民主国家 它都是对政治冷感的 它是无动于衷的 它是保持中立的 它是不在乎的 只有热情的少数人 是在积极的参与 这个政治来规划 然后这个参与选举 让这个民主制度发挥功能 欧美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清楚 就是说虽然大多数人对政治漠不关心 但是他们并不是毫无用处的 没有他们的默认跟容忍的话 这个民主是运作不起来的 就是他们虽然没有积极的参与 但是他们相信宪法赋予了他们参政 议政的权利 这个时候 这个极权主义者就找到机会了 就是他会攻击这种民主代意志 说这是虚伟大 他代表不了大多数的民众 很多人没有投票 实际上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 它不可能是人人都是一盘散沙 这个社会的公民 它是需要属于某个团体的 有团体作为代表 并且构成一种社会层级 这样的民主才有意义 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功能 并不是一盘散沙的 我们看到二战之后许多国家 它的这种阶级制度的崩溃 才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出现 但是很讽刺的是 这即使是极权主义 它实际上也是以种族 或者是阶级的名义来组织群众的 它也不是说 就能够完全代表大多数的民众 我们从小就经常听大人讲 说毛泽东的时代的群众 他们是无私的 跟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做对比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阿兰特 很早就提出来了 说这种所谓的无私 它跟个人理想主义之间 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群众现象 正所谓穷人和受压迫者 只有铁链可以失去 他们对自己个人境遇 已经失去兴趣了 相当于失去了 人类生命中所有的烦恼跟忧愁 就像纳粹的党卫军的头头 希姆来 他就曾经说过 他说他招募这些冲锋队的队员 对每天发生的问题是不感兴趣的 他们只对几十年和几百年来的重大意识形态感兴趣 他们认为他们所从事的 是2000年来最伟大的任务 我们想一想 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是吧 我们想想今天共产党所吹嘘的 所宣传的这种所谓的伟大复兴 让所有人都调动起来 这种情绪不是也是一样的吗 群众的这种表现呢 其实反映出的是一种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 他们容易倾向于强烈的民族主义 比方说希特勒早年的政党的成员 他们往往都是社会上的失忆者 都是loser或者是投机分子 其实中共招募的这些人也都是流氓无产者 对吧 在农村找这些地痞流氓 然后打倒地主 对吧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 他们都是分子化的个体 厄兰在这本书里边 阿兰特在这本书里边讲的这一点 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还要清楚就是所谓的一党专政 它并不一定就是极权主义 一党专政是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里边 多出来一个阶级 就是这个官僚阶级 按照马克思的话说 就是这个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 那么苏联的这个极权主义 也不是列宁时期的 是后来的斯大林 他着手消灭了所有的阶级 包括官僚 包括城市中产 包括农民工人等等等等 最后通过所谓的这个农业集体化 集体农庄产生出新的农民阶级 然后把工人阶级变成了强制的劳动大军 在整个极权运动的过程当中 光是苏联的党员就被消灭了至少800万人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独裁统治的这个恐怖 它是只威胁到反对者的 但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是要消灭所有的公民 要摧毁一切社会和家庭的纽带 按照阿兰特的话说呢 就是消灭任何活动的自主存在 实现意志的一致性 不管是当时的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 这种群众运动都有所谓的叫做株连罪 当然这个名字可能不这么起啊 但是都是一种株连 今天这个习近平搞的这些套东西 开始也回来了 也开始搞株连了 对于这种极权统治的来说呢 就是株连的好处是什么 是让人们互相揭发权举对吧 甚至是互相的指责 谴责 甚至不惜去造谣 然后让最亲密的家人跟朋友 都会反目成仇 如果到了这个儿子 都可以打老子的阶段了 到了这个学生可以打老师的程度了 然后孩子跟父母都划清界限 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 就达到了一种最彻底的原子化 就是所有的道德契约都被消灭 然后人人自卑 你不敢跟任何人交往 然后道路以目 这是中国古代出现的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 没有任何的反抗的可能性 谁都跟谁是不挨着的 谁都害怕谁 互害社会 这是最有利于 这个拥有权力的极权统治者的 而且每一个分子化的个体 他都是必须完全的 无条件的对这个极权组织忠诚 因为这些人 他们没有社会 其他的这个社会联系 他们的生命力只有党组织 当他只属于一种运动 一个政党的时候 那么他才觉得这个世界有他的一席之地 所以说我们在毛泽东时代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体现的淋淋济致 对吧 其实开除党籍就已经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在那个时代 为什么 今天可能有所不同 因为大家都可以 甚至有人主动退党 因为党不再是你生命中的唯一的那个 但是那个时候 你离开了党 你被党踢出来了 你的下场基本等于生命的终结 另外的这种极权主义 它是一种持久不息的运动 暴力夺取政权并不是他的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 极权主义是要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进来 然后随时保持一种运动的状态 这是这所谓的毛泽东说的 就是继续革命 对吧 除了普通的暴民 知识精英也被这种运动所吸引 那么知识分子呢 他有一种内在的基本的性格特点 他会在精神上自我仇恨 他们更容易去相信一种荒诞的准则 而不接受一种陈词滥调所表达的真理 他们会认为这种做法呢 是一种可以揭开自然接近虚伪性的一种勇气 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要的是这种与众不同 打怕是真理 但是由于是沉思恋调 他们也不相信 最后不论是暴民还是精英阶层 他们虽然都受到了极权的诱惑 但是最后他们都成为了极权的受害者 极权主义者掌权之后 他会发现人民的自发力量 对他的这种绝对统治是一种威胁 那么精英阶层在知识上面 在精神上面 在艺术的创造力上面 对这种极权统治也同样是一种威胁 所以说极权主义者一定要消灭 第一流的人才 或者任何的天才 不论这些人是否真正同情 极权主义者或者极权者 但是他们都是要把这些人消灭掉 换上一群傻子或者是骗子 虽然这些傻子跟骗子 在智慧和创造力是不足的 但是他们可以保证 对极权统治是绝对忠诚的 那么除了吸引暴民跟精英以外 极权主义也离不开宣传 下一部分就讲到了如何的进行政治宣传 不管是纳粹党还是共产党 它都有重要的宣传部门 今天的中宣部在中国力量很大 对吧 宣传和暴力的恐怖统治 它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使用暴力手段 它可以确保这种灌输的意识形态 可以实现 比方说 斯大林决定去重新写俄国革命史的时候 它不仅要消灭旧版本的这些书籍 这些文件 甚至要连同作者跟读者 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在1938年出版的最权威的 共产党的党史 叫联共党史简明教程 它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伴随的就是对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整肃跟大屠杀 他必须把这些杀光了 他讲的那套东西才有人相信 他能让别人去信 但是作者在这里边区分了宣传跟灌输之间的一个差别 就是这个比如说集中营它不需要宣传了 它只需要去灌输 宣传它主要是对外的 是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 而它的恐怖统治才是这个集权主义的本质 这个在宣传里边它会讲到说 集权主义它会宣传自己是科学的 是真理 是不容置疑的 甚至它可以改变人性 你相信了 加入共产党了 你有党性了 你可以改变你的人性 但是真正的科学主义 崇尚科学的 它并不会认为说 你学了科学就可以改变人性 而且在集权主义的宣传当中 它也消除了公立主义 就是它不会强调个人的利益 把利益放在整个的集体当中 它会变得更加抽象 纳粹宣传当中有一个口号 号召人们去支持战争 怎么说呢 说否则我们就完了 这是一个口号 否则我们就完了 这种说法可以使得 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随时愿意去支持这个集权者 甚至为此牺牲自己 因为他觉得不这么做 不支持战争 不支持希特勒 不支持元首 我们就完了 而且集权主义的话术里边 也缺少不了各种预言 因为你没办法证明他是错的 这叫做永远不会错的预言方式 斯大林在准备清党的时候 就说这些人是什么呢 是垂死阶级的代表 什么意思 什么垂死阶级 就是他快死了 既然他快死了 那我去消灭他们 那是符合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了 对吧 那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希特勒在宣传对犹太人的仇恨的时候 也用了同样的一招 中国就动不动就喜欢说 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今天的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 也喜欢炒作什么境外敌对势力 对吧 那么好 当所有人被灌输这种立场之后 那某天这个中共说 这个要以此为理由 耗啰人们去打倒这个美帝 所以我们要打仗 我们必须要发动战争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要支持政府 甚至我需要屠杀一批人 抓一些人 那么长期被洗脑的人就会认为 为了消灭美帝 为了消灭这些亡武之心不死的敌人 我愿意政府这么做 他就会支持这个政府去进行屠杀 或者是破坏国际法 这就是洗脑的作用 另外呢 除了预言 宣传的手段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制造神秘性 就是说 他会传播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比如说纳粹宣传当中 关于这个犹太人的阴谋论 到今天都存在 最近我看到巴西斯坦的总理 接受了CNN的采访 说出了一段这个阴谋论 对吧 而且还上了推特的热搜 另外呢 作者用了一些篇幅 讲到这个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 比如说希特勒和斯大林 他们都有所谓的先锋组织 我们从小也加入过 什么少年先锋队 也就是少先队 还有共青团之类的 这些先锋组织什么东西呢 它在这个作者眼里边 是一种缓冲 就是组织成员看起来都是普通人 都是我们小孩 甚至是未成年人嘛 但是透过这种先锋组织 它可以让极权主义的谎言 被普遍接受 就是它是用一种温和的形式 来进行宣传 用作者的话说呢 就是通过掩盖运动本质的手法 来愚弄外部世界 这种做法呢 可以顿化和世界作战的这种冲击力 透过逐级变化的战斗结构 把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这种效果进行减弱 换句话说就是党员 被一群同情者来包围 而普通党员呢 它又包围了精英结构 这就让我想到了一种说法 就是说中国有13亿普通民众 有多达9000万党员 有人说了 你怎么能够禁止中共党员进入美国呢 他们都是普通人 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这就好像说他们都不是共产党 你反对共产党的时候不要反对他们 多说一句话 那就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其实也是这么干的呀 对吧 以色列不能轰炸我 你轰炸我的话 死都是平民 你就是在屠杀平民 只要哈马斯一死人 就说这是平民 脱了军装 它就是平民啊 对吧 这是一种策略 另外呢 极权主义形式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流动状态 无限复制 比如说纳粹从冲锋队到党卫军 到突击队到赶死队到保安局 它是一波一波的这种波动的层级制度 它可以迅速传达领袖的意志 而在这边呢 个人能力是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的 但是这个领袖却是不可取代的 这就是为什么局外人 跟这个体制打交道的时候 比起跟政府进行协商 他们更愿意更重视 跟最高领袖的私人谈话 你见到邓小平 他说一个什么话 你觉得这个是上风保健 他一定会落实的 你跟政府说什么没有用 而且作者对比了这个秘密社会 跟极权组织之间的一同 而且还有党内精英 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差别 他这里边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让人读着拍案叫绝 我在这里边就不一一展开了 那么未来呢 有机会 我再到我的这个节目里边 跟大家分享 那么关于这本书的第三部分 极权主义的上半段 我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么我会继续 在下一期的会员节目里边 跟大家聊后边的内容 虽然讲的不多 但是都是这本书的 一些精华内容 可能需要大家进行一些消化 好 这期的节目就挡在这 我们之后再跟大家聊 这本书的后面的部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